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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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不順太子野被迫打工賺錢填騰 火氣十足 阿勒爾一時不滿 勞踢內地球員 反送中活動新火相傳 直至中共解體 適日金融中心變中俄洗錢中心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1日星期二 我是榮恩 報導真相 真邊是弊 需要勇氣 更加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 share 多點留言 和按一下superthanks 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香港經濟差 連鋪二代太子野都頂不順 要出來打工賺錢填騰 日前一名網民在前身為 全港店鋪倒結業消息關注組 現在改名為全港店鋪消息關注組發帖 表示自己家族經營食肆 他屬於半個老闆 當年前 父親以幾十萬購入自治鋪位 到了2018年 鋪位升值至1,200多萬元 市值月租約3萬多元 但父親多年來一直堅持自營餐廳 並沒有放租 這位父親的太太早誓 之前長期獨身 到了疫情前結識了一名 類似新河太的內地女生 這位stepmom被鋪主還年輕 父親對經營生意已經無心戀戰 孟生退休年頭 父親提出將鋪位轉名給鋪主 但轉名後要加按套現500萬元 讓父親北上內地讓路 鑑於當時鋪位市值1,200多萬元 即使扣除500萬元按揭 正值仍有700多萬元 怎知轉名後無奈就爆發疫情 餐廳生意欠佳 鋪主乾脆結束餐廳生意改為債收租 開頭每月租金都有2萬多元 後來疫情惡化 鋪位曾丟空長大一年 捱到通關 他終於找到租客接手 但租金就降至1.5萬元 還要簽下三年死約 期間不得加租 隨著息率飆升 鋪主現時每月還要償還貸款2.6萬元 這意味鋪主不但無法從鋪位賺取收入 還要每月填補1萬多元 遺免斷工 這位在高峰期坐擁四輛靚車 以前玩下車打下波遊一天的鋪二代 現在形勢所迫 不得不出去打工賺錢填騰 兒子老婆聯的鋪主更加擔心 如果鋪位價格繼續大跌 將成為負資產 他發帖公開徵詢意見 究竟應該葬時斷備 降價至600萬元沽鋪 抑或搜多幾年等待釋放好轉 鋪文立刻引發網民熱意 又不少網民對鋪主的遭遇表示同情 有網民表示 以前聽到旺角有個鋪就一定不用休 誰猜到現在旺角都可以刺激 03沙士那時都沒那麼誇張 不要說鋪香港的士牌都天天跌著 怎麼撐呀? 另有網民就感嘆 以前一鋪供養三代 不過現在是一鋪要三代供養 正如國際和國際 聽起來好像一樣 但一個是製餘的製 一個是製藥的製 其實差天共地 港府早幾年不斷呼籲港人要融入大灣區 除了港人不斷北上 有譚詠麟、陳百祥、王入華等 一眾香港藝人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隊 近年也頻頻去內地踢友宜賽 早前他們前往散投作賽 雖然以一比一打和 但過程中就出現爭議音樂 已經73歲高齡的Alec 依然火氣十足 疑似因為一時不悶 腦收成爐 突然從後出腳 勞踢對方球員 夜起熱議 日前有網民於內地社交平台分享片段 片段可見 比賽期間 香港明星隊被判罰十二碼 不過Alec就一直口吵吵 雖然聽不到Alec具體說了些什麼 不過從肢體語言可以推測 Alec疑似不服球證 而這時對方球員都忍不住 上前爭論 香港明星足球隊其他隊員見狀 就馬上拉開Alec Alec這時翼角無印 於是自己走出場 而有現場網民描述當時的情況是 陳百祥對判罰不滿 所以將放在十二碼的點球踢走 然後開球直接踢人 不少網民都認為Alec這個行為過火 表示 踢衛生球都那麼上頭 有儀賽而已 不必要那麼好火 也有網民表示 給王牌已經是給你面子了 正常的話一組紅牌出場 其實這已經不是香港明星足球隊第一次發生奴踢對手事件 去年他們與貴州村超比賽時 王優華連續被對手搶球跌倒在地 王優華懷疑一時火遮眼 在落地期間 右腳先踢到對方球員倒地後 再伸起左腳踢去對方背部 這時連旁述見到這一幕都不禁當場驚呼 而對方球員被踢後即刻攤手 面露驚訝 而王優華起身後則用眼掘著對方 而且不滿地走向對方險揚衝突 事情在賽後引發巨大爭議 最後王優華不得不拍片道歉 對方球員也接受 事件先得以平息 有網民表示 踢球期間發生一些肢體碰撞是十分正常的事 作為公眾人物 隊員更加應該以身作則 遵守基本的運動規則和道德標準 保持良好的求品 而不是因一時之氣 做出如此過火的行為 剛剛過去的6月9日是反送中的大日子 五年前的這一天 百萬港人走上街頭反對港府強推逃犯條例 除了6月9日、612、616、721、831等 都成為港人的集體回憶 除了6月的內臨 海外多地港人走上街頭幾年反送中五周年 2019年至今已經五年 年五年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仿余格勢 有些人似乎忘記了五年前發生的事 ReNews發布一條街頭採訪影片 很多年輕人對於6月9日是甚麼日子表示不記得 那麼6月12日呢?不知道 有兩位記得這個日子的年輕人說 一見到某些人就會怕 會避開他們,但他們也會照樣查你 兩位認為大部分香港人都記得 但敢不敢提是另一回事 始終港府做了那麼多事就是令你不敢出聲 不過敢言的也大有人在 記者繼續街訪,知不知道誰是梁凌傑? 有三位年輕人都表示不知 有一位男士表示知道梁凌傑 但就用很隱悔的方式 形容他與陳同佳有關 採訪中只有一位男青年直率表示 6月9日是屬於香港人的日子 他也記得梁凌傑 他說會記得那些真實發生的事 不過他也坦然 現在公開講這些話題的確是有點壓力的 ReNews感嘆,中國大陸用了數十年 另一件事消失,香港又會如何? 有網民認為公開採訪會令受訪者很難回答 就與BBC訪問港人對23條意見一樣 沒人敢回答 總之很多東西在心中,他們會記得 就在香港人被禁聲之時 散居海外的港人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舉行多場反送中集會 6月8日英國中部城市諾定寒舉行612五週年集會 流亡英國的社運人士鍾翰林發言時 感謝大家仍然堅持走出來抗爭 他也請大家裝備好自己 又照一天可以重返民主香港實現鋪底鍵的約定 另一發言嘉賓攬炒巴劉祖迪說 現時正值民主運動低潮期 香港人應聯手台灣等地人民共同對抗中共 把握改變香港命運的契機 他寄予海外港人在各行各業自立自強 向身邊外國人講述香港故事 等待下次起疑的契機 6月9日又多個港人團體在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外舉行集會 要求英國政府關閉經貿辦 撤銷相關官員的外交豁免權 主辦方指約有500人參加 集會上主辦方在袁榮光歌聲中 升起香港獨立旗 以及被部分抗爭者視為香港國旗的藍白旗 參加者情緒高漲、高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 除了倫敦、諾定閑、雷丁、百明漢和休閒頓等地 又舉行活動紀念反送中運動五周年 6月10日台北亦有集會 約有600人參加 與往年稍有不同 今年台灣人特別多 台灣人阿浩說 我用台灣人身份幫我那些香港朋友把說話說出來 然後幫他們把這段路走完 同日美國波士頓加拿大多倫多也有舉行港人集會 有海外港人表示 會繼續在自由的西方社會為不自由的香港人發聲 為自己的故鄉發聲 這種活動不會停止 身火相傳 直至中共解體 繼美國華爾街大佬羅奇發表《香港玩源》輪候》 近期再有美國學者讚文直言《香港玩源》 指香港已經成為國際洗錢中心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的學者克里斯坦維頓 本月3日發表文章談到香港情況 開篇直言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主權後 侵蝕了香港社會的透明度和法治 讓者座金融中心向國際洗錢和腐敗闖開大門 彭博社最近的一篇文章說 香港正在向石油資源豐富的沙特阿拉伯尋求新資金 以幫助抵消其股市面臨的越來越多挑戰 維頓認為文章過於輕描淡寫 被衝就輕 畢竟香港曾經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廉潔的金融中心 現實情況怨比報導更為嚴重 除了更多合法資金逃離香港 香港很快就會因為花錢而登上此獄處 維頓指對於者座陷入困境的城市來說 沙特資金根本不是解約 香港最大的問題出在接收俄羅斯或其非法資金 路透社4月報導稱 香港是俄羅斯公司向中國公司付款 以逃避西方制裁的中轉站之一 報導也提到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的法人實體 這些實體與俄國關係友好 為對方商業活動提供方便 維頓說早前其他國家相繼收緊吸納外資的政策 拒絕不明資金流入本國 去年新加坡逮捕例子塞普魯斯、柬埔寨 中國等10名外國人 並凍結了7.4億美元的洗錢資金 他們向世界發出一個明確信息 要保持廉結的形象 隨著外國對資金審查力度的加大 香港就成為不發資金的避風港 維頓指俄烏戰爭加速中俄兩個之間創建新的資金途徑 會被使用西方主導的銀行和金融數據網絡 做法不僅為這些國家的洗錢創造了方便 也為某些國家的腐敗官員和個人創造了機會 維頓呼籲美國政府 應意識到香港不再是一個廉結的城市 香港已在金融等其他層面與中國大陸無分別 美國政府要採取措施 保護美國金融機構免受腐敗侵蝕 維頓感嘆如果香港恢復法治 這座城市將再次光彩照人 不過在此之前 世界應該意識到香港已是一個高壓 毫無法治可言的地區 好了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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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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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